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栉目 你是我妈 我说那什么话 小口子 你才是我 曼珍姐姐 你怎么慢着 小姐 没事吧 没事 这位是顾曼珍 我们一起从上海回来的 石小姐 你好 顾小姐 你好 我昨天听表姐说 家里来了一位漂亮的上海小姐 所以我就特意打扮了一番 你可别介意 以为我爱简单 世君 一定是你 不告诉人家顾小姐南京的天气 梁叔 让车夫回去哪里加我的皮草送过来 不用了 不用了 石小姐 我 我穿不了皮草 别客气 来 穿我这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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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不好意思 我对皮草过敏 听到了吗 过敏拿走 怎么会有人穿皮草过敏 好 好 好 沈伯母 这根好山山啊 是母亲关照我 一定要亲手教育您的 我说的没错吧 她就是这么招人烦 挺可爱的 哪里可爱啊 多热情啊 您看 说是泡酒是极好的 让石太太费心了 谢谢 启枝啊 你看 这是老爷当年送给我的 一直放在箱子里头 没舍得用 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 更没机会穿了 拿着 这有光水滑 皮板挺阔的 一看便知是旧年的好货 不像现在许多新皮子 看着挺好的 摸起来却毛毛刺刺的 少了这份柔肾 这可是咱妈的鸭香祸 是给未来儿媳妇留的 翠芝 你可真有福分 牵手去 说什么呢 你可没告诉我 她长得这么好看 她瘦得跟猴一样 没罪 holy mess 我嫂嫂她 就是喜欢开玩笑 你别往心里去 贵客还没有走你就出来了 岂不是错了规矩 我才懒得应付他 你跟书惠才是我的贵客了 这种话不要随随便便说 让别人听到了 我和书惠可干不起啊 怎么 后悔跟我来了吗 是 怎么会认识你 真是死很明明的这次 我这就叫认死礼 告诉你 你逃不掉的 你这是在威胁我 本来以为 离开了上海我就可以轻松一点 就没有人跟我争吟 谁知道回来南京更可怕 我全家大小 男女老少 都跟着我抢你 傻话 你这个人呢 我真不知道你有的时候是真傻还是装身 你不是说我是呆头鹅吗 要是将来我是真的傻 你不就后悔 我是不会后悔的 我是不会后悔的 那也等什么 我们现在去结婚 二少爷 石小姐送的衣服到了 我 他还真的把这些不要的衣服送来啊 拿走拿走 回去告诉他 我们顾小姐不稀罕他这点好意 世俊 杨树 世俊 你又何必服了石小姐的好意呢 我就是不喜欢他这样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虽然南京没有上海那么潮潮的润润的 你也不至于火气那么大吧 我看起来像生气的样子吗 我都不怕 你又怕什么 我看起来像生气的样子